當然我們才可以參考一下 在我們內部網路裡面 我剛剛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就已經有放了 時間反序打開來 那其實喔 反正程式嘛 你會發現基本上都差不多 第一個取得幾列 一樣對不對 所以第一步 可以copy 可以記下來就好 第二個回圈幾列 這個第二步一樣 第三 第三跟第四是怎麼樣呢 要改變的部分 就是你要怎麼樣把兩個結果顛倒 並且變成另外一個字串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上面 那再跑回圈 所以其實大概也差不多也是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 跟剛剛那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你如果會做前面那一題 你這一題應該做出來不會不成問題 那怎麼來撰寫程式 讓它鑽寫程式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先把這個聚集的部分先打開來好了 那因為這邊我是開啟那個 參考答案檔 我把它編輯好了 那已經有做一個啦 可以參考 但是它用file 我用file回圈 我們用file回圈好了 首先的話我在底下 再做一個 一樣的sub 只是把它改名稱叫sub 這個叫 改一個名稱 這個叫什麼 游地區號 這個叫游 這個叫 游區號 這個叫游地區 這個叫游地區 游地區 這個叫 游地區號